金牛座生日快乐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呢 宫崎君的这个问题啊 应该也是金牛座近期四五月会询问自己的课题 我之前说过金牛从1718年 晚一点的话19年起就不平台 一路挺跌宕的 金牛呢一直处在一种寻觅某种新的状态当中 寻找对的人生 试图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证明自己或者证明自己的某一个理念设想是正确的 那为此呢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再吃尽了所有的苦头 在那么多次瞎折腾或者走了弯路啊 身体也搞不好之后呢 金牛终于要折腾到对的方向了 上个月月印里面我说过金牛要许愿 这个愿望会在17个月内实现 但金牛的好运呢不仅于此 4月21日呢天空当中的木星和天王星在金牛座合相了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在金牛座会合了 这将会大大强化金牛座的好运 把金牛座的好运呢从17个月延至5年 那这个好运关键词是星宿 但是呢我要跟你们揭秘的是 这个好运它是怎么样运作的 很多的金牛近期生病了吧 不是了吧或者是意志消沉 射到某种局限禁锢 犯小人啊惹到是非啊失眠啊提不起状态啊 所以你一定想说哎别想骗我 还什么好运呢我都活不下去了 但是啊金牛你万万没有想到 你的好运就是得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诞生了吧 所有的金牛近期都会被一件事情 或者是一个人搞怕就让你害怕了 比如说让你病了啊病到让你后怕 然后呢你就不敢再按照自己本身的一个意思来 就会主动的自己意识到一些问题 自己要去主动的去调整要改变 这次呢你就会心甘情愿的去改 比如说愿意去接受一种新的饮食啊 作息啊工作啊或者生活的方式 所以听明白没有 上天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爱你的 他知道如果不把你搞得有阴影 金牛你是不会改变自己原本的思想 不会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的 你会去钻一些空子 从1819年开始就已经在提醒你了 但是你有多安逸于你的惯性 固执于你的原则也好 准则也好 金牛你自己是知道的 所以呢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 因此这次的这个木天河相呢 就是一定要把金牛扭过来 要把你们的工作生活财务身体感情等等 所有的一切扭转到一个 不是你自己认为正确的 而是上天眼里更正确的 更好的一个正轨上 不是按照你的方式 因为上天懂得你一定要这样 才能够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比如说你才能够活得更加长久 或者说你才能够拥有更好的爱情 更好的事业等等 或者呢有的金牛会认为 曾经某一个时期的自己是特别好的 那这个形象也会促使金牛受到某种刺激 让你回归到当时的一个状态 那生病呢是一种提醒的形式 也可能是让金牛丢工作啦 或者是事业不顺 财务的危机 让你恐惧到未来的一种程度 那金牛近期肯定会从一件不是太好的一个事情上面 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和改变 你们甚至能够得出我在开篇说的那个答案 就是你到底想要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金牛可能借着这一次呢 你能够想明白答案 那五月呢作为未来17个月的一个梦想成真的开启月 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涌入到金牛的工作生活当中 金牛呢会一方面持续的去感受到某种这种变动啊 不可测的这种冲击啊 就是有一些意外的事件 或者不可抗力的 你也控制不了的 所以表面上看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好 如果是遇到了这种情况的金牛 你就要知道啊 它是在加速催化 让你要扭转 那水星呢现在是在金牛星盘的12宫 因此呢金牛现在的直觉灵感很强 所以你们扭转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去意识 你们是能够意识到某些事情它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它是为了要让你们去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 五月呢金牛就是在挑战这种新的状态 所谓的不破不力 那怎么去检测自己挑战的路径或者方法是对的呢 在五月末那个礼拜起 金牛就会迎来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显现 尤其是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八日 金牛是迎来了一个小小的丰收显化的时期 所以五月金牛在工作读书啊减重当中 应该是要勇猛的往前冲的 用蛮力去工作 五月呢工作当中会很需要体力 要拼一拼 加班熬夜啦 或者是自我的管控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些控制不会白费 你就是需要这样去做 这一切呢会在五月末六月初就能够稳定下来 或者是能有一个结果 你很快就能够看到这样做其实效果是很好的 那那个时候金牛就会收到好的消息 你发现五月的努力是能够取得成效的 那这条路就是对的路 你不用去怀疑 这个是你未来一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 应该坚持继续持续去做的事情 持续去过的生活 持续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把它持续下去 就将把金牛带上梦想成真这条路上 金牛呢它是由象征财务风筝的精心去守护的星座 获取财务对金牛而言从不应该是难事 但是金牛这五六年啊 事业财务出问题的其实很多 原因就是往往是出在金牛喜欢 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去做事 或者呢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创行去突破 看似金牛这些年的生活外表各方面变化很大 但是实际上那个本质没变 那这次木天和象就是让金牛的本质变了 内核改变 当然木天都是代表未来的行星 它不是当下的 金牛的这个质变呢 起码都得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看出来 或者快的话小半年 尤其是在我跟你们说了之后 有一些金牛会更快的重塑自己 把自己的人生往一个新的模样去把它捏出来 尤其是太阳上升在金牛座 同时自己星盘里面还有其他的星是在白羊 摩羯的人 这股变形的力量会更快速 那这批人可能六七月就能够变出一个新模样的一个雏形了 你会看到他们是有很自信的 很慵懒 很松弛的 轻松驾驭一切的方式去呈现的 有一批金牛会在五月末六月就对未来的自己很有信心 你们会看到自己的价值 看到自己的财 看到自己的能力 看到自己未来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那有人会说老师不是17个月吗 对 就剩下的这些日子呢 你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把这些路给它走完 但是呢 你不是等到全部走完那天 等到明年那个时候 你才能够去知道说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有这么好的人生 金牛做你今年五六月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你想你就可以去做到 那么等到它成真的那一天 其实金牛可能还是蛮平静的 我们初次人生呢 是在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 而所有的金牛呢 借着这个十三四年一遇的木天河相 迎来了孵化自己二次生命的机遇 五月很多的金牛呢 都会在工作读书生活当中孵化一个新的计划 或者是孵化一个新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能跟未来有关 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目前的工作 也就是让别人看到你 这个时候你们还是蛮能够抛头露面的 尽管这个时候你们没有什么外缘 环境可能也是一般般 但是呢金牛你的个人机遇是很强的 所以有点像是哪怕你们现在所处的团队啊 不是很给力 或者遇到了这种合作方 或者是资源不理想 但是金牛你还是可以很好的把你的这个部分完成好 其他呢就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了 因为你也改变不了 然后你说哎那我就跳吧 跳出去可能我的这个能力 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 但是你现在也没有到跳的时候 跳呢也像那个孙悟空 他是跳不出那个手掌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把你自己这个部分做好 就会有好的结果 健康和减重方面呢 金牛还需要持续观察自己一阵子 差不多要到5月21日到24日之后 健康能够比较完全稳定下来 或者形成比较好的新的生活方式 减重方式 一个新的生活惯性养成要21天嘛 所以不论金牛你现在表面的症状好没好 都要再持续调理自己一阵子 而且要把好的这个调理方式 坚持作为生活方式 去持续下去 5月呢也是能够受的 会变漂亮 很多的金牛这次会持续的受下去 也要恭喜你们 那爱情家庭人际方面呢 5月人际纷争还是比较多 或者是有一些人际状态 是金牛无法逃避的 就这个时候必须要去面对 必须要去好好的去应对 月初可能就会让金牛有一些难受啊 不过这个也是一种考验 考验金牛是否能够在这种繁杂当中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主要任务上 就是不会因为来了几个妖怪 就不去西天取经了 依然还是会专注在自己的主轴上 有一些关系的变化 更会激发金牛的觉悟 有办法觉得金牛5月关系当中偏强势 或者是你会主动的控制关系的发展 单身的金牛呢 如果近期有结识对象的话 那么5月末的10天到6月 是有机会确立关系的 可以多多的出入朋友的聚会 增加几率 那要祝金牛5月重塑新自我 一切成自然 明路轻松切 好运啦 我是艾达范老师 由新做心理学一起指导自身生活 拜拜